你好,武尼正經,大家好 這部片播出是10月29日,我不預計今天會有出武尼正經 不過知道Chantelle的新歌已經在商台做首播 我做節目那一刻,剛剛隔了61分鐘,她的歌亦推出了 出了街,大家可以看到3分40秒 出來61分鐘 大家記住要捧場Chantelle 其實也要給大家一些資訊 關於原來Chantelle和閻明熙是不同唱片公司的 這件事是頗為特別剛剛發現的 但無論如何都好,我們入正題以先都請大家訂閱 何志光有壽筆記頻道,分享,留言,讚好 以及按鈴鐺 請你們每天12點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另外,政治揭露會逢星期四,不如星期日會播出 但如果我發覺有多一些政治議題 想說的話,我就會可能星期一、二、三 都可能晚上會出突發揭露 請大家留意 還有,我逢星期五、六都會上星會網做直播 好,那就不說那麼多了 好,這個是武尼正經 突然間彈出來,和你說Chantelle的新歌 宣傳和閻明熙相比 原來戀愛是者魔一回事 當然,大家比較來說 覺得,咦? Chantelle的新歌的宣傳和閻明熙相比呢 是有點差一點的 我真的沒有辦法不坦白去說 是否無線偏心呢? 各作歌那個 閻明熙就找一個鬼佬在英國作的 這個就是找喀心楓 喀心楓不是不好 但是,當然,喀心楓作這首歌 如果你能聽到,是一個萬版抒情的歌 這首歌也是在說一個少女 初常戀愛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嗯... 她說分手難以招架,收回去吧 傷害境慘變仇人真可怕 究竟,這首歌的意思是否在說一個女生 遇到分手呢?還是聽到會分手呢? 原來分手很痛苦的 現在還沒拍拖就已經怕定先呢? 嗯...你研究吧 真的 這個介紹 這份對談戀愛的期望落差 帶來失落空虛感 拍拖了沒有呢? 你研究一下吧 唉...我沒時間看不到嘛 喂...大哥...我又不想做到好像很變態 喂...大哥... 逐句歌詞和你分析 喂...大哥...你不懂得看嗎? 喂...我又沒去到... 對那些小妹妹...十五歲小妹妹那麼... 那麼瘋狂 我是支持Chantelle的 希望大家幫她捕 不過你比較嚴明禧來說 是《真話的清高》來說 是...宣傳的力度好像差一點 而且呢...你是發覺呢 Chantelle那間唱片公司呢 叫做《愛爆音樂》 這間公司呢...是2020年開檔的 Chantelle是2021年 我想簽約啦 那這間公司為什麼... 現在呢...是看香港01報道 《愛爆》這間公司呢 叫《All About Music》 《愛爆音樂》 是跟《聲夢娛樂》是兩間公司 現在呢...《聲夢娛樂》呢... 就是大公司啦 這麼多... 這麼多...《聲夢導師》在這裡啦 是吧... 胡鴻君就要開演唱會啦 是吧... 還有... 還有... 還有一堆人啦 是吧... 黃敏奕放在中間... 真是... 真是... 什麼都好... 周柏豪也在中間啦... 兩個天王放在中間... 但是黃敏奕... 又在中間... 谷祖喬也在中間... 什麼都好... 而明熙呢... 很明顯... 他那間公司... 《聲夢娛樂》呢... 專門推出一些劇集歌啊... 這樣... 但是也會... 其實力量比較大一點... 所以整個宣傳的... 力量啊... 安排啊... 我覺得真的比Chantel不少好... Chantel那間《愛爆》音樂呢... 香港另一港就是說... 是... 是... TVB... 打造另一個音樂品牌的... 現在呢... 就是說... 嚴明熙... 和Chantel呢... 不敢放在同一間公司... 這個我覺得是無線的... 對... 對兩位... 小妹妹的器重... 這個是一個事實... 喂... 免得她兩姐妹放在同一間公司呢... 真是搶啊... 一姐呢...搶死... 這個是一個事實來的... 就等於譚詠麟呢... 是保麗金... 當年... 那麼... 張國榮呢... 就要開新藝寶... 因為... 張國榮原本是華星的... 就是TVB的... 旗下的... 唱片公司... 後來就... 張國榮轉了唱片公司... 就轉了去新藝寶... 新藝寶其實是... 保麗金的另一個品牌... 但是... 免得... 兩大天王放在同一間公司啦... 免得火星撞地球啦... 那麼呢... 變成了... 我相信... 就變成了... 愛爆音樂的... 真是... 震山之寶啦... 那款就是這樣啦... 也免得她兩姐妹同一間公司... 免得... 脫頭脫骨啦... 其實... 而且... 很明顯就是... 2021年出現了兩位天侯 我認為Chantelle也會變天侯 不過呢... 這次呢... 看來這首歌呢... 宣傳新公司愛爆音樂呢... 真的... 我覺得是... 有點差一點的... 就是... 跟... 這個... 閻明熙... 你不可以說... TVB大小超的... 我又不敢說... 只是說... TVB呢... 將他們倆分了不同的公司... 那間... Chantelle差了一點的... 但差了一點的... 也不是說不想給她資源... 只是說... 那間呢... 是小一點的... 一間新公司... 2020年才開檔... 變成... Chantelle... 其實現在... 捧她的資源呢... 是差一點的... 可以說... 整個唱片公司... 行的策略... 各樣東西... 那... 但是呢... 希望就是... 靠... 聽眾你... 自己支持Chantelle啦... 是不是... 就是... 愛爆音樂這間公司... 是弱一點... 是事實... 那... 現在就要靠大家... 支持Chantelle啦... 就是這個呢... 如果你不支持Chantelle... 那當然啦... 熬不熬到一百萬view呢... 就是... 這個... 我想都會的... 不過用什麼時候去爆一百萬view呢... 對了... 就是... 每樣東西都跟你玩比較的... 何志光... 好壞... 因為呢... 嚴明熙這個《真話的清高》... 過一百萬呢... 大約是... 少於一個月搞定... 那... 現在是10月29日啦... 出街的原來戀愛是者摩一回事呢... 究竟... 一個月內... 就是說... 在11月29日之前... 可不可以超過一百萬呢... 靠你們... Chantelle粉... 努力啦... 老老實實去... 你們不... 不努力去支持Chantelle的話... 就... 未必... 可以的... 啊... 這個呢... 就是... 香港01都說了... 這個是TVB... 新... 音樂廠... 品牌啦... 新的... 新公司去... 以Chantelle掛頭啦... 那...如果這樣說的話... Yumi是... 三個裡面爆出的... 就是... 最後五強三個女孩裡面... Yumi是... 真的... 真的... 不知道... 真的... 不知道... 真的... 為什麼... Yumi... 這麼... 這麼... 特別... 特別弱呢... 就是... 我會覺得... 真的... 我就浪費一點點時間啦... 不如看看Yumi... 那間是什麼公司啊... 反正都是... 這些維基條目... 我想都是TVB被人寫的啦... 真是... 按一按... 中尤尾... 這間唱片公司... 咦... 都是計算星夢娛樂啊... 這個是... Yumi也是星夢娛樂... 但是Yumi的星夢娛樂... 呢... 偏弱啊... 這個是明顯... 不可... 不要輕躺的... 那一首歌我覺得... 是... 真是... 那個... 宣傳呢... 或者各樣的東西呢... 十分之弱... 弱... 不想輕躺嘛... 呃... 因為那個電視劇呢... 那個青年深城呢... 撐起青春呢... 呃... 當然如果你喜歡尤家欣的人... 會看啦... 但是... 現在最嚴重的就是... 呃... 不想輕躺呢... 是逢星期日出現一次的而已... 即是... 如果你的劇集歌呢... 如果是普通那些大的劇集... 什麼都好啦... 那你起碼... 一個星期有五天聽到那首歌嘛... 是吧... 現在不想輕躺呢... 一個星期才聽一次呢... 而且呢... 做宣傳的各樣東西都是... 所謂... 甚為弱下的... 那是不是TVB大小超得很厲害呢... 那這樣... 那大家... 大家... 自己去... 分析和評端啦... 那最後都叫大家跑數了... 就是跑這個... 這個... 花毛雪啦... 那這樣... 其實呢... Yumi的... 第四萬心情呢... 都差一點點... 上九十萬了... 那大家繼續... 去跑數了... 跑這個... 《矛盾一生》呢... 就八十萬頭啦... 但其實呢... 氣勢都不差的... 八十三、四萬左右... 那麼... 撐這三首歌... 《矛盾一生》... 《第四萬心情》... 以及... 花毛雪... 請大家努力... 好... 說到這裡...